H1B申請數逐年升 律師表示早規劃增加機會 中國留學生槍殺華裔導師被控一級謀殺 洛杉磯市中心凌晨大火 濃煙蔓延數英里 乾燥天氣刮強風 北加電力公司斷電防火 北加電力公司 北加電力公司 歡迎收看今日下週 首先我們來關注 根據美國移民局公布的數據 2024財年的H1B工作簽證申請數創新高 中簽率約為14.1% 移民律師建議有意留在美國發展的國際學生 可以提早規劃不同方案增加機會 從美國大學畢業後 不少國際學生因為想留在美國發展 會面臨H1B工作簽證抽籤的關卡 美國移民局數據顯示 2024財年 H1B的申請數比去年暴增61% 超過78萬份 中簽率約為14.1% 有110791份申請被抽中 移民律師陳啟庚指出 每年H1B固定只有85,000個名額 但抽籤人數逐年上升 加上公司規模大小和學生成績優缺等條件 無助於申請結果 可說是一個很殘酷的抽籤 建議要注意2024年3月抽籤的規則 因為在今年2023年H1抽籤之後 移民局有公布說 他們發現有許多人會利用多家的公司 來幫他做抽籤 那他們也發現外面有這些服務方 第三方的這些服務方 幫忙很多人還有很多公司去做這樣子 大家互相幫忙抽籤的這個動作 數據還顯示 2024財年的78萬份申請中 在多家公司註冊抽籤的申請 相比只註冊一間公司的申請數 超出58000多份 律師指出 移民局已經觀察到這個現象 但還未公布相關規定 他建議有意留在美國發展的國際生 可以提早規劃 雇主不需要經過H1B之後才幫員工辦理綠卡 綠卡是有可能在一面工作 或甚至一面念書的時候都有可能申請 他還鼓勵畢業生積極向校方了解工作實習期許可 OPT簽證的校期 以爭取足夠時間申請H1B抽籤 以往很多三年OPT的話必須要是理工科的科系 但是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學校 能夠幫助學生們爭取到商科 甚至有一些是文科都也可以拿到三年 因為這些課程有參與這個數據啊 還有其他跟科技有關的課程 他建議留學生可以多參加活動擴展人脈 展現自己的能力和誠意 讓雇主幫助人才留在美國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希 加州城縣採訪報導 34歲的中國留學生齊泰磊週二首次出庭 他被控犯有一級謀殺罪 不得保釋 齊泰磊週一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實驗室 槍殺了他的華裔博士生導師顏茲傑 作案動機還在調查當中 周二下午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中國留學生 博士研究生齊泰磊首次出庭 他被指控一級謀殺罪和校園持槍罪 法官表示 在學校持槍最高可判處兩年監禁 一級謀殺罪最高可判處死刑 不得保釋 下次開庭定在9月18日 週一下午1點左右 警方接到報案 華裔博士生導師 閻姿杰在實驗室被槍殺 此時齊泰磊已逃離實驗室 最終再去現場1.5英里處被捕 槍擊事件還在調查中 目前尚不清楚齊泰磊的行凶動機 周二 校方表示 閻姿杰2019年開始 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工作 是應用物理科學系副教授 領導研究小組 齊泰磊去年加入其科研小組 兩人過去曾共同撰寫研究論文 周二 北卡羅萊納大學校長發辅告宣布 周三下午 校內將民中悼念閻姿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綜合報導 一場大火打亂了洛杉磯寧靜的清晨 周三上午 上百名消防員 在市中心商業區全力救火 農煙蔓延了數英里遠 一起來看記者稍早的現場報導 滾滾農煙不斷地從我身後的建築中湧出 周三凌晨的5點50分左右 一家位於洛杉磯市中心的真枝品店發生火災 由於店內都是毅然的真枝商品 火事迅速蔓延 本杰明是這棟兩層建築的房東 看著自己的資產付之一句 他表示損失無法估算 這場大火供燒毀了四五個商店 大量煙霧笼罩了周圍的天空 火事在布料的助燃下更加猛烈 這棟三十多年的兩層建築很快被瓦解 消防單位隨即採用了防禦部署 盡量控制火事不再擴張 同時啟用了遠程機器人消防設備幫助滅火 我們有重量的工具公司在場 我們會帶進我們的搭檔員 他們會開始把這些材料撿出燃 把所有的木材撿出燃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燃炸的燃 在這段時間 好像燃炸開始在建築 著火點附近的商家目前處於關閉狀態 消防隊也會持續監控火災現場 消防單位此次共派出約120名消防員參與救災 所幸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直接告前 期貨原因仍在調查 商家的損失也有待確認 以上是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 李永峰 在洛杉磯的報導 在乾燥天氣和狂風的作用下 北加州太平洋瓦斯電力公司於週三 切斷了北加州內陸地區部分用戶的電力供應 來降低火災爆發的機率 北加州太平洋瓦電公司PGNE 為了避免狂風與乾燥植被引發野火 於週三啟動公共安全斷電 切斷了約8400家用戶的電力 我們從2019年開始做了公共性能力開啟 他們正在回應非常特別的風險 高風 低溫度 乾燥油的情況和高火的危險 受影響的地區包括科魯薩縣 格倫縣 萊克縣 納帕縣 沙斯塔縣 特哈馬縣和幽洛縣 這年我們有一個很冷的季 而這幫助了避免燃燃燃 但是我們有高風和低溫度 當然在這部分的冬季 有更多燃燃燃燃 根據報導 週三的公共斷電措施是PGNE自2021年以來的首次停電 這項措施能夠盡可能避免電線被倒下的樹木 或被強風吹起的碎片吸重而引發火災 每年我們會繼續增加我們的公共安全能關閉燃燃 而我們會做這方法以為 減少客的影響影響 也會減少的影響 但雨量當然會有整個的因素 電力公司預期 強風天氣將在週三晚停止 隨後將派員在恢復供店前 巡視檢驗停電的線路 是否存在危險或損壞 根據PGNE即時更新的網站數據 多數地區的電力最晚將在週四中午12點前恢復供應 新唐電視台洛杉磯集合戰綜合報導 前身是推特的社交媒體平臺X 與週二宣布 將允許總統候選人和政黨投放競選廣告 計劃以此在2024大選前提高選民意識 同時增加廣告營收 週二 社交媒體X宣布 開放美國境內的政治廣告投放 包括候選人 政黨等內容的廣告 並計劃在2024大選前 擴大選舉內容的管理團隊 自2019年起 推特曾禁止在平臺張貼政治廣告 但在億萬富翁馬斯克收購公司後 平臺於今年1月解除了禁令 開始允許美國本地 基於公共事業的廣告投放 並計劃擴大政治廣告的類型 以提高民眾對選舉的意識 對此 不少商家因為擔心 自家廣告出現在不當內容的旁邊 從而撤除廣告或減少投放 不過 X 預計 解除禁令的這個舉措 將提高廣告營收 他們也表示將創建全球廣告透明中心 讓用戶看到有哪些政治廣告 正在被推廣 並將繼續打擊虛假信息 禁止投放破壞選舉信心的廣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週三 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 訪華行程的最後一天來到上海 參觀美國在上海的投資企業 她表示 美國公司向她抱怨 中國已經無法投資 雷蒙多表示 美中將建立問題工作小組 加強溝通 週三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訪華行程的最後一天抵達上海 參觀了紐約大學上海分校 她強調在中國開設分校的意義 隨後雷蒙多參觀了上海迪士尼樂園 波音中國工廠等美國投資企業 了解企業在中國運行的情況 她表示 美國企業經常遭突擊搜查 和一直存在知識產權盜竊問題 以及沒有理由的高額罰款等 這些都讓外國公司在中國的處境越來越糟 她提議北京應建立監管體系 改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當天下午 雷蒙多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與中國官員的會晤富有成效 雷蒙多重申 美國不尋求與中共經濟脫鉤 但也不會放棄美國立場 尤其是在國安議題上 另外 在限制中共獲得先進技術方面 美國的立場不變 雷蒙多週二拒絕了北京提出的 減少美國對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技術的出口管制 但雙方同意讓專家會面 討論有關保護商業機密的議題 新唐人記者陳岳綜合報導 下面來看今天的財經快報 美國金融監管機構週二簽署新規 以應對美國大型和地方銀行的倒閉風險 新規要求資產在10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 需發行約700億美元的長期債務 以幫助其在面臨破產風險時抵消損失 另外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還要求銀行披露更多與破產相關的安全管理細節 這些規定如果最終確定 將於2025年初生效 美國金融公司高盛集團近日收購了多家英美企業 這些企業涉及網路安全服務 人工智能 無人機製造等多項領域 而金融時報披露 這七筆交易的資金來自於高盛與中共國企合作設立的25億美元的基金 外界認為 在西方政府加強審查外國直接投資之際 私募股權基金不將成為漏洞 讓北京得以對關鍵領域的跨國企業間接控股 蘋果手機的奇觀誘惑新品發布會將在兩週後登場 屆時蘋果將推出iPhone 15和iPhone 15 Pro 新款iPhone將在電池性能 充電速度 相機功能等方面帶來重大升級 同時也有更多款顏色供客戶選擇 預計蘋果公司還將推出更多版本的Apple Watch和Apple Watch Ultra 您有在空中吃三明治的奇妙體驗嗎 美國快餐品牌賽百味9月將推出一項新的促銷活動 長達180英尺的賽百味三明治飛艇將把客戶帶到1000英尺的高空 乘客們可以一邊品嘗新品三明治 一邊領略城市美景 空中賽百味活動將於9月在堪薩斯城 奧蘭多和曼阿密地區陸續進行 飛行時間從上午8點至下午2點 每次飛行時間約30分鐘 歡迎回來 8月30日 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節 威尼斯電影節迎來了80週年慶 然而恰逢好萊塢演員大罷工 這屆電影節能否展現新日盛況 一起來看看 每年的8月底到9月初 意大利威尼斯的利多島都是星光璀璨 因為世界各地眾多的明星將在一年一度的威尼斯電影節上亮相 然而 今年的情況有所不同 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似乎也成為一次電影吸引力與演員魅力PK的難得機會 威尼斯電影節經常為奧斯卡頒獎典禮帶來熱門影片 在過去十一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中 有8部幫給了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的影片 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有哪些影片值得關注呢 大衛芬奇指導的《殺手》 備受期待 這是一部關於無情殺手的驚悚篇 布萊德利庫珀則自導自演了音樂大師 講述了美國作曲家兼指揮家 倫納德·伯恩斯坦的人生故事 索菲亞·科波拉將推出根據《貓王妻子的回憶錄》改編而成的普雷斯利 另一部頗受關注的傳記篇是由麥克爾曼指導的法拉利 諸多新片之中 到底誰能奪得九副盛名的金獅獎呢 9月9日的頒獎典禮將給出答案 青唐人電視台記者周琦 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中共財政部日前發布公告 將在華外國人的個人所得稅減免政策 延長到2027年底 外界分析 中共此舉是為了留住外國投資 但恐怕效果有限 中共財政部週二發布公告稱 將減免在華外國人稅收的政策延長到2027年底 中共2022年曾提議取消這項政策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分析 中國經濟陷入困境 中共此舉是想挽留外資 但恐怕效果有限 動不動就搞什麼反間諜法 動不動就是搞什麼人質外交 特別是疫情期間 中共這個政權反復無常無法預測 中共這個政策本身它能起一點點作用 但是不可能改變外國人從中國撤出的這麼一個潮流 中共這項政策使在華外籍人士 在房屋租金 子女教育 語言培訓和其他費用方面 得到稅收減免 人權律師錢強認為 中共對外籍人士的監控正在加劇 外商到大陸投資沒有任何法律保障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 張丹霞 劉芳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假期是放鬆身心 拋開世俗憂慮的時刻 但是當極端天氣頻頻襲擊世界各地的 熱門旅遊景點時 人們開始思考 如何在不破壞地球的情況下享受度假 今年的暑假並不好過 世界氣象組織稱 今年7月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月份 科學家表示 高溫記錄預示著地球未來 或許會有更多的極端天氣 包括更多的洪水 燃燒時間更長的野火等 那麼當人們放下日常生活去度假時 環境因素會如何影響 他們的旅行選擇和行為呢 然而也有遊客在旅行中關注當地的環境問題 來自西班牙的遊客 朱利亞帕拉盧塞娜 在泰國曼谷旅遊時 會盡力清理自己看到的塑料垃圾 而德國遊客減索墨 則選擇通過減少飛行來保護環境 目前航空業產生的碳排放量 佔全球碳排放量的2%至3% 但隨著旅行的增加 和其他行業變得更加環保 其所占比重預計還會增加 多年來 航空公司一直在討論 如何變得更加環保 針對這個問題 歐盟今年通過了一項新規則 要求航空公司從2025年開始 使用更可持續的燃料 並在隨後幾年大幅增加使用量 新唐電視台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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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